哈囉大家好我是翠翠 我們要來開箱我們在Pinko也上面買的 刺繡衣服系列了 那我這次總共收到兩個包裹 兩個 那這一集呢就是分享我們買的衣服 然後 我可能會試穿 我可能會很尷尬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 第一個包裝是台灣的店家 大家一定很奇怪 為什麼他自己給我一包肉乾對不對 因為他在買的時候 你可以選你要是環保包材 還是一般包材 那我那時候就選了環保包材 店家就會用他平常自己收集的一些 乾淨的包裝袋來裝你的商品 這個店家最近買的帶肉乾 沒錯 所以我們買了一家肉乾的衣服 裡面就是有挑特別乾淨的袋子 還有卡片耶 給大家看一下 看第一張 這張裡面呢 是他寫給我的幾句話 第二張呢是他們的衣物 要怎麼清洗跟保存 超級貼心的 這一張是我買的那件褲子 他自己的系列介紹跟故事耶 可以買可以買可以買 大家光是會有這個卡 我覺得就很值得 然後我來看 女生就是很容易 被這種小貼心打動 第一件是這個 燈絲絨的短褲 這個東西是叫燈絲絨嗎 應該是吧 燈絲絨 反正就是燈插絨的短褲 褲管是寬的 我覺得質感算是蠻不錯的 後面有一個他們的LOGO 這真的也蠻可愛的耶 所以應該會很好看吧 我好看 有囉 這張黑色的 我說到的時候 我非常懷疑裡面 真的有四件衣服嗎 因為很小包耶 小心一點 我還要 把衣服划破 很好吃啊 好 突然發現我在生活上 是一個很不精細的女生 會不會看這個頻道 看著對我的形象 就會有一種被顛覆的感覺 有四件 你有四件 第一件是這個 粉紅色的 這個是最近那天附身蠻高的 大家都說這件很好看 材質是涼的那種 有點綿麻綿麻的感覺 很刺繡 我覺得刺繡很精細耶 因為我本來擔心這種刺繡單品 會有一點 像是毛毛的邊啊 真的是刺上去的不是燙上去的 你肩膀上也會停著一隻小鹿 好可愛喔 現在在做這個 不是一般美妝YouTuber在做的事情嗎 結果好像很不拿手耶 就是對於介紹很多少年感的東西 我覺得還是介紹那種 比如說武裝貓咪之類就好了 再來是綠色那件 這是我最最期待的一件 是很寬版的 所以應該會很多女生喜歡這種版型 看起來比較顯瘦 它布稍微有一點點薄耶 不小心的話 還是會有點看到後面的手指頭路 它的刺繡喔 是狐狸 我現在做的也蠻細緻的 這件是七分袖 我覺得好適合手衣 比較沒自信的女生喔 大家有發現我很少穿短袖嗎 因為我就是喜歡那種 手臂沒自信的女生 大家一定可以在我身上 搞到很多供應了 屬於虎背熊妖的女生 雖然我知道這是事實 但被講出來特別不爽 再來是這件藍色的襯衫 這什麼件 五件啊 我要念完我四件 然後加一個小塊豬 還有五件 再來這邊 它的材質也是跟今天襯衫一樣 黏黏的材質 這膠也是很可愛 然後很多小房子 手臂上很素耶 我那手臂有發現 好好看喔 應該有很多人都有發現 我超級常穿襯衫 因為襯衫最簡單 適合大部分的人身 免得又被攻擊說 欸你這樣可能 比如說是我的伙伴們的攻擊 身為一個房子裡面 唯一一個女性 你的身材呢 就是常常被拿出來撿衣衫 最後一件 是裙子 這個材質非常好摸耶 很滑耶 是不是很滑耶 但是它還是稍微有一點點硬度 然後顏色很好看 但是 是不是有點短 比我想像中的有點短 這比短褲還要長吧 你是說阿爹嗎 我說 這跟短褲差不多長 穿上那件 上半身就穿個T恤就好了 穿T恤好像有點想法喔 你好厲害喔 可是我在兼職啦 兼職時尚雜誌的攝影師 你看看石秀的部分 這隻熊真的是巨可愛的 非常好可愛 好可愛喔 然後這個顏色是有點像是 末什麼什麼皮 末藍皮色 本來就是有點末藍皮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好看喔 文青版超補的 一定要穿這些裙子 然後去那種巷子裡面 叫霧村子的發肥心裡面做的一下 這就是理想中的人性 那我都有時間 有啦 有啦 你就說要去拍影片 你就會一直做一個笑 那到這邊呢 我五件衣服都已經開箱完了 接下來就要進入本片的高潮環節 就是我要去換衣服 換我訂單喔 你從什麼在自己家裡的走啊 但是這個可以很多人看到喔 好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再見 謝謝大家 這件事情我已經就結了很多天 刺濟髮下店決定 但是 簡直是說 然後你一穿啊 你很尷尬的話 這樣影片不是很好笑嗎 然後第一件我覺得 有點像中的 略略的小一點點 反正它後面呢 是有鬆緊的 就是這邊 所以就是稍微可以吃 AE糖的人的腰圍 我覺得如果你是 明花糖女孩的話 這件可能對你來說 會稍微有一點點小 口袋 別想像中的 難以就是你知道放進去 因為 我的寬骨的部分 就是會 擋住這個路徑 擋住這個路徑 其實我也晚一點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整體還是 是蠻好看的 然後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就是 長一點點 我覺得是蠻好看的長度 因為再長一點 就是會有一點的倒塵 它再短一點 感覺真的是害羞 看起來身材不錯 因為它旁邊是修順的 登登 OK 下一件 這個是第二件褲子 因為這件褲子是做直筒的褲子 所以如果你沒有超級瘦的話 就要把這一節藏起來 這樣看起來才不會寬的地方很寬 所以我最後決定算件 有一點點像OILE的襯衫 稍微有一點脆脆感 這樣就不會是上面比較輕 然後下面比較重的材質來做搭配 不太容易皺掉 我在戶前走酷 男生就是不懂綠色的東西好穿在哪裡 讓他們當過兵之後就會很討厭 所有捲綠色的東西 然後後面呢 它是一樣一個 它的LOGO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 好像剛剛那個裙子 比較適合我的臀型一點 如果你很瘦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囉 好 接下來見 然後再接下來呢 是襯衫 然後我在選擇搭配的周圍 是盡量先選一個素色的褲子 讓大家可以看得出這個襯衫的搭配形式 我好喜歡襯衫喔 襯衫穿起來就會很自信 你不覺得嗎 這件的似曾相似的感覺 你是不是跟我另外一件很像 對 有的時候好看喔 刺繡不一樣對不對 就那個 這個顏色好看 這個也好好看喔 然後它的袖子的長度剛剛好 所以就可以遮住你的白白肉 看起來手就會瘦 好好看喔 這紙色好好看喔 蛤 襯衫就在這邊 下次見 再來是第四件襯衫 其實我本來買這件的時候有點緊張 衣櫃打開裡面是完全沒有任何怎麼照你的顏色的衣服 但是我覺得穿上之後還行耶 是不是 你有畫衣服嗎 有啊 顏色不一樣好嗎 刺繡不一樣好嗎 你看喔 後面的角度 而且好好看喔 我人生第一件粉紅色的衣服 這很好的開始 OK 我要去換最後一件喔 好 再見囉 所以我剛剛在房間裡面穿搭了很多東西 很多 所以有點障礙 所以就決定戴一個小小的 然後下半身看起來比較輕一點點 這樣下半身戴上去以後好像就還做 後面跟前面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開的五件有刺繡的上衣 還有褲子跟裙子 以上我們說的穿搭都是我個人的經驗分享 都非常不專業跟不負責任的建議喔 總而言之我蠻喜歡的 這次在泰國買到的每一件襯衫 褲子跟裙子方面呢 我也還蠻喜歡那件裙子 褲子跟這件上衣 我覺得會稍微有一點挑身心穿 那第一次的開箱就到這邊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的新頻道 因為很多人以為這個是原本的頻道 那這樣才不會錯過 每個禮拜三的直播 還有新影片的通知喔 好 今天就到這裡 掰掰 掰掰 怎麼覺得這次開箱 開到最後會讓我有點愛上 自信自備的自己演出 等一下 請開箱 請開箱